各位大家好 我是安傑新科技CAE工程师Michael 现在继续为各位介绍HyperMesh指令与操作 在这部影片中 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功能是Nodes 也就是所谓的节点 那么这个节点是在有线元素模型里面最常见的一个东西 一个有线元素模型 它是由许多的点构成 并且其中的元素就是由这些节点来组成的 那么这些节点一方面描绘了物体的形状 一方面也描绘出了元素的形状 那么这些点除了是用来描绘几何之外 这些点还有功能就是可以被施加它的 像是边界条件速度啊位移加速度的条件 也都是施加在这个节点上面的 那么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node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被organize进component里面的 而在后面的章节我们会提到 element这个东西就是由node所形成的element 它是可以被organize到其他的component里面去 但是node这个东西是不行的 对于整个模型来说 它就是只有一组node set 来描绘这个模型 那么如果我们要对node进行编辑的话 我们可以来到面板里面有这三个功能可以让我们使用 在几何的功能下最左边这前三个就是针对node所使用的功能 那么这边呢是在说在hypermesh里面的指令是如何对应到其他软体的指令 像以这个为例 就是在hypermesh里面的node set 对应到的是abrogus里面的nfuel这个功能 那么其他的也是类似的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针对node这个功能进行的介绍 记得了 就是我们下来按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